娱乐圈当中有着非常多优秀的明星 他们一般都是多才多艺 会演戏会跳舞还会唱歌 而现在大多数当红明星都平时借着自己主演的影视作品 才受到了网友们的关注 众所周知 娱乐圈中明星们身为当红艺人 颜值一般都不会低到哪里去 毕竟一张漂亮的脸带是娱乐圈最基本的敲门砖 而说到迪丽热巴这个名字 大家肯定也都不会陌生 她可以说是女明星中高颜值的代表人物之一 同时她也是现在最当红的九龄小花 是人们公认的顶流女明星 迪丽热巴是少数民族 出生于新疆乌鲁木齐 是维吾尔族女孩 维吾尔族女孩长相很有特点 一般都拥有着精致的五官 大眼睛 高鼻梁 这从迪丽热巴的脸上都是可以看得到的特点 凭借出众的颜值 和独特的纳意与风情 迪丽热巴自开始演戏 就受到了很多观众的喜爱 也收获了很多支持她的粉丝朋友 迪丽热巴的事业 不管在谁来看 都是非常成功的 出道时间不久就成为了一线顶流女星 这是很多女星都做不到的 但娱乐圈越红的明星 越离不开疑的现象 那就是人红是非多 迪丽热巴也没能避免 出道这些年 随着她的名气越来越大 娱乐圈地位越来越高 在受到大众关注和喜爱的同时 也有很多不看好的质疑的声音 一直伴随着这个漂亮的女明星 而对于迪丽热巴这种美貌初衷的女星 人们对她最大最多的质疑 也是对于她的颜值 有人说迪丽热巴之所以长这么漂亮 是因为整过容 但如果有关注过迪丽热巴的小伙伴都知道 迪丽热巴其实从小就是美人胚子 她十几岁参加角色面试的时候 就已经出落得很美丽了 而且迪丽热巴出自新疆 新疆向来都是缠美人 据一些网友的说法 迪丽热巴的颜值在新疆其实也就是路人水平 之前网上有网友分享迪丽热巴还没出道时的一些照片 其中不乏有的是和她同族人的合照 其中一张是热巴小的时候刊登小学报刊的照片 很明显当时的迪丽热巴的美貌就很突出了 所以说有些网友对她整容的质疑简直是无稽之谈 这一张照片中的两个女孩颜值都是很漂亮的 而另外一张是迪丽热巴更大一些的时候 看得出来照片中的她年纪也不大 面容青涩之嫩 也是素颜状态 在她旁边做的都是同班的同学 虽然只露出了半张脸 但也能看得出其五官的精致 不过和两人相比之下 其实还是迪丽热巴颜值要更高一些 不得不说 新疆的确是一个盛产美女的地方 娱乐圈有很多美女也是出自新疆 她们就算是在美女如玉的娱乐圈也美得特别出众 而迪丽热巴之所以可以成为顶流女星 就说明就算在新疆美人里 她的容貌也是不舒的 而且她除了漂亮的长相之外 个人的魅力也是很大的 性格好 实力也是可圈可点 更何况无论是现在哪个当红女明星 成名之路都是非常不容易的 迪丽热巴这一路上也碰到过不少坎坷 也面对过很多不友好的声音 但是她都扛住了 并且付出了很多努力 给观众们带来了不少好看的影视作品 现在的她气场越来越强大了 无论出现在什么公开活动 总能惊艳很多人 可见她美貌的杀伤力 大家怎么看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